嗨,哈囉,大家好,我是Leo 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黃金期貨 那現在交易量最大的是8月份合約 8月份合約,這個交易量最大 那這是今天的線圖 那我用技術線圖給大家看 技術線圖我先從日線這裡 因為上禮拜跌幅蠻大,跌蠻多的 然後他現在這大概五天都在盤整 然後他要趕快站上這個季線 這個 這條季線啊 因為他如果不站上去的話 怕他到時候會下彎,整個局勢會 可能就會有所改變 那我用前面的線圖給你看有沒有 橘色這一條60就是 季線嗎 等一下 這條 這樣 然後 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站上這一條季線之後 然後 然後再晚上 季線的位置大概是18 1820 在這裡位置 這個1820 所以他就是 今天或是下禮拜之前一定要有一個很強勁的 長勢 站到這個季線之上 不然的話 怕這個黃金的局勢可能就會拖 可能會拖蠻久的 那我帶大家再看一下 那個他的 周線圖 周線圖 那周線圖的話 可以用這個MACD 去看齁 多頭就是這個紅色這裡嘛 你往上看對不對 那空頭 空頭 空頭就走 這裡這一段 這一段 所以他 他在這裡 他就要趕快上去 不然到時候 這個地方翻 翻 翻成綠色 可能就會 再震 震盪蠻久的 所以就 這個線圖 在這裡 就分享給大家 做參考 謝謝